在瑜伽吃了 别 怎么了 我们家高洁不一直都是小脏羊吗 怎么今天变蜗牛了 你为什么一个字 都没有跟我说 也没骂我 我骂你什么 今天宴会被我妈妈搞砸了 董事长一定很生气吧 你是觉得我会因为这件事情 觉得丢脸而生气呢 还是因为 你觉得我的家人 会对你的妈妈有看法 所以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好保护你和你妈妈的尊严 都有吧 这件事情我跟奶奶已经深度地聊过了 她不在意这件事情 真的吗 奶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威严 对小贝也非常严厉 再说了 你是她孙媳妇 她疼你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成妻呢 跟你说正经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好了 奶奶对小贝们都很慈祥的 好了 现在呢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事情或人 可以阻挡我们了 你只需要安安静静地 做我美丽的新娘就可以了 好吗 你来干什么 又来找我爸诉苦啊 也是 你妈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你只为奶奶肯定叫你滚蛋了吧 干吗 在于家吃了鞭 来 放手 这一巴掌 是我替我妈打的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一定加倍奉还 还有 高海这个爸爸我可以不要 我本来也没想要 但如果下一次 你再继续利用我妈 伤害我妈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以为吓唬我这次 我就会怕了吗 我告诉你 你别惹我 我只是想提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不要试图采泪 那我也警告你 像你这种隐瞒实实的感情骗子 于家是不会接受你的 于是早晚有一天会看清你 回到我身边 于家 说到这儿我还得谢谢你 跟你想得正好相反 于直的奶奶 非但没有因为我妈的事而生气 反而更加心疼我的处境 你的处心几率 只会让于直更加舍不得我 我看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 我是于直的母亲 我叫沐紫云 初次見面請多指教 曉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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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我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姐姐的母親 潘苑女士 跟我姐的媽媽 似乎認識我姐妹 你怎麼在這 不口氣 這兩位也是 我來介紹一下 難道 勾結和穆子雲 有什麼不為人知的關係 給我 給我 月月 吃零食嗎 給我的 謝謝 月月 你喜歡吃糖嗎 那我們來玩個遊戲好不好 我們玩看圖說話 只要你贏了 我就給你跟冒冒糖吃 好 月月 我們來看一看 這是誰啊 曉筠 曉筠 嗯 曉筠糖 女 那你再跟我說說 這個曉筠是誰啊 曉筠是 妹妹 我妹妹 曉筠 余先生 這是我們為兩位 特別定製的婚宴企劃 您看一下 哪種方案您更喜歡 給我未婚記就行了 她來看一下 你是什麼時候跟趙老闆約的 我怎麼不知道 穆總跟她認識 正好她有這個需要 就把這筆生意推了給我 現在定製組訂單那麼多 哪來得及一件件向你匯報啊 說起來我都還沒有問你呢 你跟高惠 怎麼會同時出現在那裡啊 我 高惠非要跟著我去 說那有穆紫雲的線索 我真的 我天地良情我都快結婚的人了 我還會跟別的女人怎麼樣嗎 好了 原諒你了 料你膽子也沒有那麼大 真的好想躺著不用起來 沒想到 辦個訂婚儀式居然有那麼多事情要忙 回到公司啊 還要盯著定製組的新款設計 真的忙得要死了 如果能多付自己給我 那就好了 辛苦你了 你也知道的 奶奶想要大操大辦嘛 我們也不好反駁她的意思啊 其實 奶奶也是一番好意了 她是怕怠慢了我 但其實我對婚姻沒有太多的要求 我只是想跟你安靜地相守 簡簡單單辦個儀式就好了 那你想去哪兒辦啊 如果能重回遇見你的地方 那是最有意義的 不過有點不太現實哦